终于知道老郭为什么跟演出方说话这么有底气了 近日郭德纲深夜晒话剧专场门票授庆照片 一个地方连演无场话剧还能全部授庆 不得不承认老郭的票房号召力 由老郭参演的专场门票完全不筹卖 在郭德纲发文之前 张国立也发文分享了这个好消息 张国立表示和一群好演员合作很享受 和一群热爱戏剧艺术的主创团队合作很幸福 这无疑是对德云社演员参演窝头会馆最大的肯定 这是一群好演员 你才可以这么容易的跟他们来沟通 自从老郭官宣要带领德云社一众演员参演窝头会馆后 可以说争议不断 有网友表示 郭德纲的手伸得太长了 一个说相声的却要出演话剧 票价还高的离谱 最高票价达到1688元 是想赚钱想疯了吗 但如今看到五场话剧全部受庆 质疑的声音始终没有出现 除了票房外 龙马社还晒出了郭德纲 于谦的采访视频 视频中郭德纲讲述了参演窝头会馆的感受 你看我很少去演戏 之前有人找我 你先跟他说一声 你找我你一定会后悔 之所以不爱演戏 就是郭德纲本身的辨识度太高了 无论穿成什么样都能被观众认出来 而于谦则表示 郭德纲就是个人标签太重 但这一次郭老师摆脱的非常好 把自身的标签摘干净了 三个小时的话剧排练的整整40天 也能看得出来 郭老师为此付出了多少汗水 从排练到首演成功 再到如今的五场专场票房授庆 郭老师参演窝头会馆 无疑是成功的 窝头会馆能有如今的成绩 也跟老郭的努力分不开 看到这儿 不少粉丝都感到惊讶 原来郭老师也会演戏啊 师傅您这不是会演戏 我是废话 我是不愿意演 我不是不能演 我没有演戏 我没有演戏 我绝对了 再来